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到了后半夜我才会自动地把上面那层掀掉 盖一层被子睡 就是我入睡的时候就是这个大椎这里会觉得特别凉 这是一个 再一个我是一个夏天从来不穿裙子的人 因为有没有发现 对 一直穿裤子 对 而且我的袜子都是高腰的 我从来不露脚脖子 因为我的这个下肢一直都是比较偏冷的 就尤其是在夏天吹空调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很热 但是我如果穿裙子的话 我试过一次就是冻到嘴唇发紫 然后手脚都冰凉 我也这样 你也这样 真假的 你看我这袜子 也是大高腰 因为我特别怕冷 我跟她这个形象特别像 你看我现在就有点这样了 就想象不到 就我会反映在 真正反映在肠胃上的 就是可能人觉得是身体冷 我觉得就是肚子冷 然后呢 有回特别严重 因为演出嘛 说相上 这说相上特别麻烦一点 就是你得在台上站 你不想唱歌 你唱歌呢 唱三分钟 唱五分钟 他能下去 站了二十分钟 然后呢 吃了一凉煎饼 然后站台上之后 就开始闹肚子 就觉得受不了了 幸亏是捧跟着 要站着豆跟着 还麻烦呢 站豆跟着就 你还能动会点 站捧跟着 然后就 差点都没坚持下来 我觉得就是受寒 很明显的 对 真的也看不出来 你看这小手一直揣着 是 老是揣着 那么究竟这个困惑 代表了什么呢 要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马上为大家 请出今天的专家 我们欢迎来自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中医医院 消化科的主任医师 张生生 欢迎张老师 张老师您好 您好 欢迎 刚才大屏幕上啊 这个裹精小棉被的 这个脾胃的困惑 大家伙都说了 是怕冷 是比较虚的这种感觉 大家伙说得对吗 张老师 说得都对啊 看这个表情包就知道 肯定是动的 是吧 怕冷 所以今天怕冷的原因 就是因为皮阳虚 皮阳虚在临床上 也是非常常见的 它一个突出的特点 就是怕冷 比如说这个口饭清水 对吧 那么遇冷则泻 四肢不温 这是冷的情况 但是这个冷呢 往往是在皮气虚的基础上 出现的 所以它的底子 也就基础呢 就是皮气虚 表现为皮发无力 食欲不正 食后脏满 这样一些症状 在这个基础上 出现怕冷的症状 就像皮阳虚了 主任 我想要问你 这口饭清水 是什么意思呀 我们知道皮最咸 就是我们说吐口水 说再白一点 就皮的功能来化身的 清代表什么 代表寒暗 就口中饭什么 凉水 凉水 清嘛 对吧 所以相对我们说 口饭粘液 那两回事了 对吧 口饭清水 就是凉水 清水的意思 也代表着皮阳虚 那这个预冷则蟹 也就是说 我们吃点什么冰糕啊 吃一点这个凉的 这种水果 就要腹泻了 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他就说 都温 就舒服一点 吃点东西 温的东西 很舒服 稍微吃点凉的呢 他就受不了了 就很敏感 等于加住了 他的皮阳的不足 所以预冷则拉肚子 四肢不温 更好理解了 皮主四肢 四肢的这个 就凉凉的 有的病人呢 一年四季 手都是凉的 手脚冰凉 是的 我们经常说皮 所以是什么 租太阴 对吧 租太阴皮 这租太阴皮 就容易寒化 寒化呢 表现怕冷的情况 如果小孩子 如果出现这种寒化的情况 有的时候 甚至这个 会出现严重的一个后果 长不高 让我们碰到这么一个病人 大概是十几年前嘛 他爸爸带来的 一进来的话呢 我一看这小孩那么矮 就这个还没有 我们的桌子高 是吧 我说你这个不在我这看 我说你这个看儿科 我说多大岁数了 他说十一岁 我说叫什么 痘痘 我说你到我们儿科去吧 人家一看这个都不干了 就说哎呀 大夫我求求你啊 说你一定要给我们看看 我们找了很多医院 走了很多 也没查出什么毛病 就是这孩子就是长不高 是跟童年人比呢 他矮一个头 相对矮了一些 说作为家属呢 我们就特别地担心 说这孩子你看看 老拉肚子 肚子也怕凉 然后这个你看 最大的问题呢 吃的也不多 所以你看这情况怎么办啊 说你一定要帮帮我 那咱们的医生嘛 都策语之心 那我想呢 消化也确实有消化的症状 我说呢 那你就在我这试试看吧 这样呢 我就给他开了一些药了 原来是这样 真是头一回听说 如果我们的皮 要是怕冷了 虚了 那么它也会影响 孩子的这个长个头啊 对 这有两个层面 一个呢 就是说皮虚了 对吧 阳虚了 它当然会影响到 饮食啊 营养物质不够啊 其实另外一个层面呢 它跟肾有关系 中医认为皮为后天之本 肾为先天之本 对吧 但是先天呢 是要后天来滋咬 对吧 要脾胃化身的这个水果精味 去滋养 肾是干嘛的 我们说竹骨生髓 这骨骨的生长 跟它有关系 对吧 骨髓的生长 跟它有关系 一句话来说 它的生长发育 就跟肾脏有关系 所以这个孩子长不高 跟我们皮羊区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孩子 到您这儿看就看对了 我觉得我应该早些年 见到张主任 也许我就能长高 因为我爸有1米78 我妈妈有1米68 我妈妈在女生里面 绝对是算高个儿了 当然 但是他们俩的遗憾 就是我只有1米63 娇小玲珑嘛 对 因为我小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觉得说 我一定会像我妈妈一样 是个大高个儿 但是现在我可能找到症结了 就是我从小就属于那个皮 不是特别健全 比较偏冷的那种孩子 所以被耽误了 我们要请张主任 为大家解释一下了 两位是不是典型的皮羊区 从症状来看 基本上我看 两位都基本上符合 那么针对我们的皮 怕冷 皮羊区 我们要用什么方法 来对付它呢 我们来看 当然就是温了 要温起来 小火炉已经燃起来了 看到这小火炉 我们是不是感到就非常的温暖 对不对 所以我们靠近火炉 就觉得很温暖 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 都有个经验 小肚子发凉的时候 都做一个什么肚兜兜 是吧 有的人做个热水袋 它毕竟还是一个外面的温 对不对 我们不但外面要温 而且要里面要温 怎么从里到外的去温 才真正地解决 皮羊不足的问题 这个太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看 究竟是什么样的好方法 我们揭开看一看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来由 以领药业莲花清温胶囊 赞助播出 那我们来看一看 究竟是什么样的好方法 我们揭开看一看 李中汤 对 这个方子可是非常出名 它这个出身高贵 来自于我们这个 我们叫金方的鼻祖 张中景 它的一个商寒论里面的一个方子 它只有四味药 配物非常精良 在临床上用一温皮药 往往能够取得 很好的一个效果 那也就是说 已经从很久很久之前 就开始用到这样的经典名方了 你说得太对了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 治好了一位皇帝的脾胃病 那么相传呢 这个宋徽宗 当年呢比较贪凉 那贪凉呢 损伤了这个机体的氧气 结果造成了肚子上剧烈的疼痛 你想想皇帝得病 那还得了 赶忙召集太医 全部来会诊吧 太医呢 当然都比较谨慎 对吧 弄不好要杀头的 左想右想 左讨论又讨论 最后给出了一个 不痛不痒的一个方子 去治疗 没效 这个皇帝 活着大怒啊 要拉出去砍了 这个太医一看 也顾不得脸面了 就是赶快就说了 我们算不行 但是我们知道 说有一件民间高手 专门呢治疗这个阴寒的腹痛 然后就把这个民间的高手 请过来 然后呢 这个高手 其实就开了这么一个 经典的方计 皇帝的腹痛呢就缓解了 所以那个太医的脑袋也就保住了 他用的当时就是一个李中汤 为主的一个方子 李中汤有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看 李中汤呢就是这么四味药 大家可能一看到人身 脸就都放亮 也看到人身是好东西 但是在这个方子里面 人身呢不是最重要的 它最重要的军药是干姜 干姜是温养的作用 温补皮痒 温中散寒 到了白猪 大家也很知道了 它是健脾气的作用 是补脾气 人身呢也是补脾气 干草最好的一个就是能够调和 它本身也有补养脾胃的作用 所以干姜是军药 白猪是成药 人身是左药 左帮助辅佐辅佐 干草呢是使药 取到一个调和的作用 这么四味药精准地进行配伍以后呢 具有非常好的温中散寒的一个作用 也就是皮药呢恢复到正常 有没有这个中成药啊 这个里中文还真是有中成药 所以只要你具备 刚才这些症状 首先有需在机上怕冷 简单地来说 你就可以去买这个中成药 来自己使用了 大概要服用多久呢 我们一般来说建议服两个两周 也就是一个月左右 作为一个疗程去观察 那么我很好奇啊 就是当时那一个 你说这个痘痘 因为身材比较矮小 所以家长比较着急 找到了皮阳西的原因 他有没有去服用这样的药 你说的太对了 当时我们就是以这个里中文 作为一个主方 到来还做了一些加减 进行治疗 大概治疗呢 应该是两个多月了 病人后来就没有来了 我们也觉得 基本上好了 你是不是就不用来了 后来过了大概十周年 就是前两年的事 过了十多年 他爸又带他来了 痘痘长到一米八了 可能还真是一米八 真的 带着女朋友来了 说大学已经毕业了 我说你大学都毕业了 对吧 他爸爸就说了 就当年就是你看的病 你还记得吗 那个小矮个说长不高的 小痘痘 对 说叫小痘痘的 长不高的 就是还抖在我背后的 就他 我一听到来我也很高兴 我长那么高啊 帅小伙啊 还带着女朋友来看病来了 刚刚大学毕业 参加工作 搞财务的 所以这个我自己也觉得 真是觉得很高兴 一个长不高 没做死高的孩子 现在长成将近一米八左右的个 所以中医的治疗有的时候呢 就是在这慢慢的过程中呢 显现出来 我觉得关键在于说 找到了症结之处 对症下药以后 才会收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皮还会有什么样的困惑啊 我们来看大屏幕 这又是怎么了 苦瓜脸 老了 长皱纹了 对 这看明白了 你这法令纹都快出来了 抽抽了 缺水了 这一看就是缺水了 是吧 干的都不行了 都有裂纹了 对 我觉得这有点像说我 不会吧 看看阿姨 我就是特别的那个容易 就是哪都觉得干 口干舌燥的 我一看这个我就觉得更干了 我平常也是容易口干 容易嘴唇干裂 就那种总起皮 就是刚才化妆的时候还想呢 我说哎呀 我这块还有干皮呢 而且还有那什么大便干燥 像人家多容易拉肚子 我特别不容易拉肚子 特希望拉肚子 云云 云云 那么大家呢也有种种的猜测 究竟大家伙说的对不对呢 张主任 我们的嘉宾朋友 都有丰富的想象力 看到这个干吧老头 老先生 就马上想到是缺水了 对吧 缺音也缺水 这就是我们表示 是一种平音不足 平序的情况 很重要的就是嘴唇干燥 嘴唇非常干燥 用口干 烟灶 不思饮食 食后腐胀 大便干燥 舌孔少胎 说着我现在都感觉 有点嘴唇干燥了 话说多了 那您的病人当中 这样的状况多吗 也是非常多的 我记得有一个 东北的一个 大概五十多岁吧 也是一个领导 他就是嘴唇 潮年干的 最难看的就是老头皮 三五天脱一次皮 他弄得自己很尴尬 很痛苦 都有点焦虑了 那么也看过很多地方 人家说你某天论夫的 也没什么效 查也没查出来 那后来到北京来了 所以要找个中医 那大概也是拖了很多人 然后找到我们医院 那我跟他看看 像这种情况 仔细问问病史以后 一看 基本上就属于 我们今天所说的 皮膚虚的情况 皮膚虚 可是为什么会导致 嘴唇的脱皮呢 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我们中医有个观点 叫皮呢 开巧意什么 口腔 对吧 所以他口音干燥 还有句话叫做什么 齐滑在唇 他的表现 他的外在表现 在唇里面 当皮膚不足的时候 他就不能化身水果精微 去滋养全身 最早表现出来的 最突出的表现 就是嘴唇的干燥 有的干得像什么 就像大地 缺水一样 干裂了 如果是干旱之年 我们这大地都裂了 农民就欠收了 他这个裂开了以后 裂了就怎么样 就吃不了饭了 一脏嘴都受不了 所以有的时候 也是很厉害的 有的时候起那个皮 然后还出血 有的时候 就很折磨 有的好多人 就嘴唇舔 对 越舔 越干 对 越干 它这么快水分更快 对 它觉得唾液 是否能自论一下 其实不用去舔 也不用去刺激 少用一些化妆品 只是好好的 进行治疗就好 那么康康阿姨 刚才说到自己 这个状况 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除了这个口唇 比较干燥以外呢 其他的这些症状 您是否也有呢 我其他的 我觉得 就是除了这个 什么舌红少胎这个 我自己不太会辨别之外 我全都有 全重啊 全重 我刚才在 这个节目进行过程中 我做两个动作 一个是很想填嘴唇 一个是很想咽口水 我跟你有同样的感觉 就我好像一直觉得 我突然间嘴唇变得干燥了 就更干了 对 然后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就是我食欲还是不错的 但是吃完了以后 是容易负账的 然后我的这个 也是需要匀匀的 所以还是最后一项 也是自己不太会辨别 想请主任给我们看一看 太好了 最后这句话是想落到 请主任给看一看 那我们是不是请他们到台中来 您给他们看一看 好 好不好 来 又请两位 来 那我们要请张主任 为二位看一看 究竟二位是不是属于皮鹰亏虚 好 辛苦张主任 这位女嘉宾的情况呢 是典型的阴虚有火了 蛇基本上没有太光滑的 对吧 蛇只是红的 红代表什么 有火 尤其是蛇边间的 红的更加厉害 而且还发肝 对吧 肝就代表阴虚 红呢代表有火 所以这位女嘉宾的情况呢 是属于下面的情况了 这个呢 皮虚症状会更明显 应该是尸边的尺痕 非常的明显 那么尸肩呢 同样是有点红 所以有一定的皮鹰虚的不足 康康阿姨相对来说 就比较典型一点 是的 是的 好的 谢谢二位 请坐坐 谢谢 那么出现了皮鹰不足 究竟张主任 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 主任 那这种情况 我们就是要用 滋的方法 好 那么究竟如何来滋呢 我们用道具 为大家形象地演示一下 看到这个水壶 看到这个花盆 大家马上想到是浇花 土都干裂了 所以呢 我们用浇水 但是我们的水 我们看到 是用这样的水壶 这个孔呢 相对去是小孔 对吧 我们没说加个水龙头 对吗 所以这叫滋 慢慢地滋养的意思 你看水马上就滋润了 马上的这个干裂就消除了 好的 所以生活的简单的小道理 就可以用在中医治疗的原理上 今天我们带来了两种方法 我已经悄悄看到了 有两个小标签 我们首先来接一个 张主任 您给大家转过来 对 好 我们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第一个方法我们看看 是什么 属于银 这个方子呢 也是很出名的 一个小方子 这个方子应该说 它这个食材呢 非常的常见 应该说 哪个地方都能找得到 只要上趟菜市场 就能看见 但是呢 它是自脾银的第一药药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不是从很久很久以前 就已经用属于银 对 这个方子呢 是来自于著名的医家 有一个叫张锡淳的 医学中中参西路 这本书里面的 专门就治疗皮鹰 张锡淳就论为啊 什么什么 大补皮鹰 对吧 凡 糟杂 皮鹰不足者 什么 宜多用 是另外一本书 也是这么写的 那么什么东西呢 胃肝 鹿太阴 皮鹰 公砖 健脾 得羊肉 补皮鹰 得熟地 故圣鹰 那这个食材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 属于银 我刚才说 这个东西呢 大家都见过 应该都吃过 我相信 我们在座的四位嘉宾 没吃过的 估计可能性很小 是吗 对的 那这样我们先让大家伙尝一尝鼠玉影好不好 好 来我们有请工作人员鼠玉影 叶鹏 你先尝一尝 哈哈哈 先喝点是吧 哎 瓷奶 瓷奶 哈哈哈 问号也 这个 哈哈哈 牛奶也 关键吧 你光尝这味吧 你还真是 你说不太说不太出来 我觉得这里边啊 有一点这个 藕粉啊 山友啊 那么一股的味道 我就觉得你想说藕粉 我看自己也有点像啊 啊 啊 这还有点那个什么 杏仁霜啊 啊 杏仁茶呀 嗯 到底是什么 你说了三种 真的不是非常的好分辨 但是喝进去以后 让人非常舒服的一种淡淡的甜味 还有一些淀粉的感觉 嗯 淀粉水 你这是勾的钱是吗 看看阿姨 看看阿姨一锤定音 对 您生活经验丰富 对 感觉很稳 我觉得他那个 有点微微的有点甜 哈哈哈 而且还有点那种 挺爽滑的那个感觉 哦 出现了爽滑 对 云锦 就靠你了 对 实锤就靠你了 哎 你别说 我觉得叶鹏说的是对的 嗯 真的就是什么 是不是 偶粉啊 偶粉那戏一点 对对对 就是那种 丝滑 有点那个上浆的那个感觉 甜甜的 嗯 这是什么呢 好 张主任这究竟是什么呢 鼠玉影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叶 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看题板师傅能够展示一下 其实这个呢 哦 哦 是不是大家都吃过吧 对 有点甜 有点爽 嗯 但更重要的呢 在中医认为呢 它是一个属于干 露太阴皮筋 中砖剑皮 这个就是补皮膚的特殊之处 嗯 要干补 干什么 露皮 对吧 它通过调韵皮 而来补皮膚 这是中医的一个特色 啊 这点呢 跟别的略微不一样 它不用什么湿糊啊 不用什么什么沙身啊 这类的 而用属于影 也就是山药影 铁棍山药为最好 那么这个呢 也是我们补皮膚之药药 好 所以张七成认为呢 大补皮膚 所以嘴唇干燥的时候 不妨吃点山药 单一味就可以了 在菜市场都能够看到的山药 就可以解决了这个麻烦的问题 那么这个属于影 我们大概要饮多久 可能才会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按照张七成的记载 其实用个三天 就能症状明显地减轻 三天 那要怎么做呢 我特别好奇 这个也很简单 三二百克这个山药 其实新鲜的也可以 生山药 然后呢 加上少许的白糖 然后把它一煮就可以了 到了山药 你可以打成汁 就刚才你们喝的似的 是吧 那古人估计那时候打不了汁 只能切碎了去煮去 现在没问题 现在的高科技 你想打多岁 能多多岁 对吧 煮起来也非常的快 那么每天 平平地饮用 喝三天 就能取得很好的一个效果 刚才大家也说 其实口感挺不错的 也有点类似于藕粉 也有一些甜甜的味道 所以大家在家里呢 不妨坐起来 我们看到除了鼠玉影之外 张主任还给我们 带来了一个好方法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究竟是什么 好 我们揭秘一下 这个是什么呢 这就叫滋生丸 滋生丸 对 这个就是一剂汤药了 是吗 对 这就是一剂汤药 也是非常著名的一剂汤药 那这个方子呢 是来源于 先行灾医学广逼记 它的作者呢 就是像妙西雍 他贡献是非常大的 因为在他之前 大家关注的都是皮阳 你看前面我们讲到 皮阳虚 皮阳虚 对 其实在医学里面 提皮阳虚的也不多 很少 他就是第一个 从病理的概念 提出了皮阳虚的 这么一位医家 所以为后世治疗皮阳虚呢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而且他呢 还这个制定了一个 非常著名的方子 这个方子呢 就叫滋生丸 为什么叫滋生丸呢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他认为啊 所以万物的生命啊 都是怎么样 顺应天地之昆源 有点玄乎 顺应天地之昆源而滋生 那我们今天说的滋生丸 其实就在补皮阳 通过调补皮阳啊 这个人体的昆源 而滋生脏腑 滋生生命 所以这个名字呢 含有非常深厚的一个文化 所以自身丸丸丸呢 也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子 那么大的方子 我们不去记它 因为太复杂了 但是呢 有几个方面 我们可以看一看 有几个特点 一个有补 一个有销 我们知道补的话 容易拥 容易质 对不对啊 对吧 那它有销 它就不容易质 那同时还有调 对吧 所以中药的方子 每一个方子 都是考虑到方方面面 保持到平衡 一个平和 我们看看补 人参 白猪 腹林 甘草 不就是四君子汤吗 对吧 那加上山药 扁豆 莲子肉 芡食 又有点像森林 白猪散 也是另外一个谷方 那么还有销 山楂麦芽 大家都知道 对吧 大麦茶 什么 销食的 山楂我们知道 吃多了 弄着山楂丸 对吧 都是销食的 所以销的作用 另外还有一点 非常重要 就是调 火箱 火箱 沉皮 杀人 扩人 基本都是能够调喉 防止组织的一个作用 所以这个方子 补销 结合 调养 契机 通过调韵的方法 来恢复 皮阴的不足的情况 好全面呀 感觉 那么这个是中程药吗 对 临床有中程药 所以我们在 符合这种情况的话 作为比较明显的 一些皮阴不足的情况 就应该用这个 中程药去调养 来治疗 好的 那么在这个药 服用期间 有什么样的酱 就要给到大家呢 当然那吃这个药之前 我们讲的是 补皮阴嘛 是吧 所以一些辛辣的东西 一些容易上火的东西 特别油腻的东西 是吧 都应该少吃 所以调到这个资深网 我刚才又想起 我们刚才那个病人 那个嘴巴老脱皮的 三天两天又脱一次 来自东北的 后来这病人 大概治了不到 两个多月吧 就完全地好了 哇 这个太神奇了 所以人家对这个中医呢 就说 哎呀 说中医真是有效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皮 还会有怎样的困惑 刚才主任说到呢 西伟呢 是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 这种情况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来看大屏幕 这下厉害了 发怒了 大家好赶紧猜 发怒了 发怒了 这梅子说 这肯定是急眼了 对 这不就火了吗 上火了容易发脾气 跟我一样 我就这样 一上火就脾气不好 火锅呀 麻辣烫啊 麻辣香锅呀 吃完了以后准上火 上完火之后 里面就起那个溃疡 舌头啊 嘴里面就起那个溃疡 人家溃疡三四天好了 我这溃疡浅呢 半个月 半个月 对 半个月终于好了以后 再吃 然后就又起 再水煮鱼 是吧 就是这样不停的 这个恶性循环 那你这主要问题是 作呀 这个病症找着了 对 那么刚才看到了 这个冒火的皮 这个西伟呢 很有亲切感 究竟他描述的 对不对呢 是不是我们的皮 上火了呢 张主任 这个表情包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又瘦 又冒火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 表现在出是一个什么 皮的浮火 有皮火 真的是 皮胃浮火 好 我们来看看 对应什么样的症状 张主任 皮胃的浮火呢 一个主要的症状 就口称的干燥 这个时候不单是干燥 是干裂 甚至会起水泡 有火了 那手足呢 反热 就手呢 不知道放哪好 就是觉得这个 这个手呢 自己觉得还热 灶 口舌生疮 嘴巴呢 老长 口腔溃疡 对吧 老是不容易好 各三叉五 那还有低热 发力 自己老觉得身体上 是发烧的 但这种情况 有个特点 量体温并不高 对吧 所以到去量体温 说你不烧 马上就给人家提了 我就烧吧 说我自己烧 我自己还不知道吗 对吧 但这个就是一个 认知的不一样 怒火中烧 另外一种呢 就心烦 像刚才那个嘉宾说 我容易着急 对吧 这个不是我愿意着急 是我情不自禁的 对吧 没法控制的着急 所以这些症状呢 都是脾胃 有俯火的一个表现 权重 就是说脾胃有俯火的话 我可以理解说 这个我们整个人都上火了 导致我们的脾胃 也是这种怒火中烧的感觉吗 那还不是完全 所以注意那个提到一个俯火 对吧 俯 我们想象潜俯是吧 就是藏在里面的俯 对吧 所以这个也同样是这样 当脾胶有火的话呢 它不是在最里面 它在哪里呢 在肌肉之中 对吧 所以我们叫脾胱四肢肌肉嘛 对吧 脾胱肌肉嘛 所以这个腹吼呢 是藏在肌肉之中 所以这种情况呢 就叫做肌肤老是发热的 对吧 自己觉得发热 但你测体温其实是不高的 我记得有一个 三十多岁的女性 她是来看病 她看病主要最突出的表现 她就告诉我 我这个嘴声老起泡 对吧 肝得一塌 肝得裂了又出血 出血还没好呢又起泡 对吧 然后口腔也是反反复复的溃疡 对吧 就跟立架也没关系 有的人说 是不是跟立架有关系 没关系 反复的口腔酷一样 苦不堪言 她说我这个 突然一挂呢 还觉得全身都燥热 全身的测体温 就我刚才说的 没事 人家说你不发热 你走吧 对吧 没事不上 对吧 所以另外呢 她觉得午后潮热 一到午后 就是一到下午呢 脸上也发热 手中心也发热 你也是 大便就干燥 她自己还琢磨呢 说我听说 隔禁器是这样的症状 赶不起我 散了罪就隔禁器了 不会吧 查也没查出什么毛病 人家说 说你要么去看看中医 这样的话 她就来看中医了 我们根据她的大致情况 问了问 来看了卖项 来看看涉胎 然后根据综合的 这种评估呢 其实她这种情况 就是属于 我们今天所说的 有皮火 所以您这说的同时 我就感觉我后面有一团 熊熊的火球在燃烧 西伟 你是不是要暴怒了 我觉得说的这个女士 就是我吧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权重啊 权重 就是尤其刚才说 这个乏力 就是因为我有两个孩子 孩子总喜欢去玩 我总是说 哎呀 跟她爸爸说 你带着去吧 我就歇会儿说 我们到周末的时候 出去玩一玩吧 我喜欢的玩的方式 就是到一个地方 我坐着 你们去动吧 而且一到下午的时候 很明显 就我老觉得自己要发烧 但是很奇怪 就是我摸这里的时候 它是没有烧的感觉的 就是那个温度很正常 但是我往上摸 就接近头皮 头皮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确确实实温度是高的 就是我拿 我们家孩子测体温的那个枪 就是打一下 这两个区域的温度 是不一样的 还会有这种区别 而且我真的是 挺容易烦的一个人 就我觉得这个烦 可能是因为我事多 我又要带孩子 我又要上班 然后我还给自己 找了个事 开了一个网店 就我每天事特别的多 我老公有一句话 他没说痛快了 我就得发火 这么回事 跟你说了那么多遍了 你还来烦我 你老公真不容易 昕文 你入睡的时候 有没有那种情况 就是手脚发热 没办法 然后就把手和脚 贴在墙上贴一会儿 我现在就是热的 是吧 就我特别喜欢摸这个 对 冰的东西 对 就现在就在热 我的天哪 这听起来 好像就已经是 正在发热当中了 不行 一会儿 钟佳您把膝尾带走 就是 真是 这个是不是您刚才说的 脾胃有俘火的 典型的症状 对 它有一些症状 是比较典型的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 它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它是脾胤 我们提到脾胤不足 对吧 我终于有个观点 阴虚子火旺 对不对 所以阴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在前面的皮阴虚的基础上 这其实就压重满了 在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变为火 这个很好了解 就是好好理解 就比如一锅水似的 对吧 刚开始的时候 你底下烧 没有烧干 对不对 没烧干仅仅是温度高 但你烧干以后 连铁都红了 是吧 就变火了 所以这里面 阴虚不足的情况下 进一步的发展 就会出现火 就是出现火旺的一个情况了 而且您刚才说了 这个脾胃的火 如果特别旺 我们的这口锅烧干了之后 它是走到我们的 这个口唇部是吗 对 胎壳一口 对吧 齐滑在唇 所以唇部的表现 口腔的表现 所以是最常见的 所以这里有一句话 考证病员记载的 叫皮火上行在口内身疮 这里口内 既包括口腔 也包括舌 其实也包括嘴唇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口腔区域 可能都会容易出状况 对 生溃疡 或者是长炮 那么针对我们的脾胃浮火 究竟张主任 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 要给到大家呢 当然就要谢 看到这小火龙 我看到火正旺 是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这种灭火器 要对着什么火的根部 也就是关键的部位呢 我们把它喷射出去 就是个事的作用了 火就灭了 灭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 要及时地制止 这个熊熊燃烧的烈火 所以力度是比较大的 对吧 所以这个要有这个 对了 中医的 相当于中医的 积则治标了 那么积则治标 这句话呢 还是挺有这个 深刻的含义的 那么出现了这种火 火比较旺 火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要马上灭火 好 这个灭火器的后面呢 是有玄机的 我们请张主任 给大家展示一下 所以今天呢 我们对这种皮火呢 我们带了一个方法 就叫什么呢 蟹黄散 蟹黄散 蟹就是清蟹的意思 黄呢 刚才我们提过 其实代表是有热的 对吧 所以要用皮火上行 这牲口疮 用什么呢 蟹黄散治之 就是蟹黄散去治疗它 刚才我们提到火忘了 首先把火给灭了 然后我们再去补阴 对吧 积则治标 那么这个蟹黄散 我就很好奇了 它有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看 这些药 大家一看石膏都知道 石膏啊 我们看看配武 石膏 还有枝子 刚才提到三枝 它是军药 这两个呢 都是清火的 但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方子的治疗 是在防风上 防风是什么 酥泻的作用 它能够酥泻皮筋 至浮火 所以我们不单身要清它 而且给它一个出口 对不对 刚才我们说 火是停在肌肉 所以是一种浮火 所以一定要用防风 也就没有这个防风 那这个方子的意思 就完全变了 就是不一回事了 也就效果也不好了 然后索药 用一点火箱 火箱我们知道什么 它有一点去湿的作用 火箱正去水 对 因为整个的热的话 它容易 如果皮煮硬化 硬化不足的话 是不是就有湿热 对吧 就出现热了 干草呢 起调和的作用 所以方子虽简单 那它的效益呢 不可小看 真的好深哦 尤其您刚才说到的防风 其实大家会比较好奇 但是在这里 其实是一个 重臣的一个功效 非常重要的 对吧 所以这个臣 就是刚才您说的是 重臣 重臣 所以这个蟹黄散 是针对我们脾胃 浮火的朋友 是一剂非常好的良方 我们请张主任 节目最后呢 再给大家梳理一下 首先讲的皮阳虚 往往是在皮气虚的基础上 出现的寒笑 怕冷的一个表现 就皮阳虚 很好用的一个方式 叫做李中丸 对吧 第二个呢 就皮阴虚 皮阴虚一个特点呢 就会出现干燥的一些表现 对吧 到来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 天天都能够服用的 鼠玉影 山药影 其就山药影 另外呢 就我们今天说的 就是比较严重的 就是阴虚的升级板 阴虚的基础上 到一定程度了 出现了火了 这个时候 既在秩序标 先把火先灭了 在灭火的基础上 能够我们回过头来 去补皮阴就好了 好的 节目最后非常感谢 张主任的精彩讲解 也谢谢我们的四位老朋友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收看《健康之路》 我是丁兴 下期节目再见啦 谢谢大家